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各位法友 大家阿彌陀佛 上個星期 我開始解釋這個經題 就是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的般若 那特別是十項般若 接下來要解釋的是觀照般若 觀照般若 這個金剛經指的這個般若 是菩薩的大悲相應的平等大會 也就是大乘的諸法十項會 它必須要有大悲方便的幫助 才能變成悲至不惡的波羅 那這個是觀照波羅 它需要的是什麼 觀照波羅它必須要有禪定才能進入 而且這個禪定一定要與大悲心相應的 那這樣子與大悲心相應的禪定 才叫做大乘佛法的正定 如果沒有與大悲心相應的話 叫做協定 那另外呢 在這個世間有沒有別種所謂知識 還有那個波爾有 有三種 這三種知識屬於凡夫的 第二種屬於非佛教外道的 第三種是屬於身文 身文秤的 求解脫的這三種 那第一種呢 世間凡夫 它也有智慧啊 如文學的創作 藝術的優美 哲學 還有科學的這種發達 或者是政治經濟等一切 都是智慧的結晶 沒有智慧就沒有這些的東西 但是記住 這是世間的波爾 因為是世間的 所以它是利跟必參半的 就是可善可惡的 比如說 如果飛機的發明 在交通的便利上 當然是有利於我們的交通啊 可是如果把飛機拿來作戰 來戰爭 那就對人類有害了 那所以一般人的 那種智慧叫做 世俗智 世俗慧 或俗智俗慧 它是屬於比較偏於事項的 它是具備的 它是有雜染的 所以這也不能叫做是 金剛經的波爾 那第二種不是金剛經的波爾呢 叫做外道的 非佛教的這種智慧 這種智慧是以人間的 醜惡痛苦的 它要透過這種修學 提升到一個美妙的安樂的天國 就是升到天界這樣 所以在他們的修行當中 他會行慈善啊 慈禁啊 他也會禱告啊 他也會讀一些善書啊 他也會修淺的一種定 可是這一種 修學是為了要離開這個地方 到別的地方去的 它也算是一種 協智協會 它沒有解脫的可能 所以它也不能叫做是波爾 那第三種非大乘的波爾呢 就是屬於二乘 二乘的話就是指 聲文還有屁之佛 這些修行者 他們雖然得了無我 無我所的智慧 他能解脫生死 也可以叫做波爾 可是他肯定不是金剛經所說的 大悲相應的這個波爾 那這裡有三個佛法的這個名相 需要特別的解說 而且他們是很密切的關係 第一空 那空呢實際上 我是比較 要傾向於說順弱多 你們知道嗎 楞嚴經也有講 順弱多性可消亡 說加羅性不動轉 這個順弱多就是空的意思 第二個佛法名相就是波爾 那第三個是菩提 空 波爾 菩提這三個 它是一個轉換的過程 那大制度論怎麼說呢 它說 波爾是一法 隨機而易稱 就是隨著根機 隨著不一樣的情況 它有不一樣的名稱 如大乘的行者 從出抉擇觀察 我法無性 無自性喔 這樣入門 所以它叫做什麼 空觀 或者空會 不過這個時候 空會還沒有成就呢 它就叫做空會嘛 如真能側悟的了解諸法空向 它就叫做什麼 它轉的名字叫做波爾 所以大制度論又說 未成就者 名為空 名為順弱多 成就者 名為菩提 波爾到了究竟圓滿 它就叫做無上菩提 所以說 在這個因果的因 因名波爾 它的果叫做什麼 薩婆若 薩婆若是那個梵文 叫做的那個 薩婆若的意思 就是一切種子 那舊母羅斯大師呢 他說薩婆若 薩婆若 薩婆若 就是老波爾 就不是年輕的波爾 就是老的波爾 OK 那 不管是空 波爾 菩提 都是在講波爾 它只是在 因它的 轉換這個過程 它給它不一樣的名字而已 那這裡有個譬喻 就是說你小時候的時候 你叫做兒童嘛 那你長大 慢慢長大 你讀書的時候 你叫做學生嘛 那等到你長大 你在 務農 耕田 或做工 你就叫做農夫 或者是工人 所以 因此 波爾是一法 隨機而易稱 就這個意思 那波爾 跟方便 它的哪一個 就是說它是同 同樣的東西 還是不一樣的東西呢 波爾是智慧 那什麼是方便呢 方便也是智慧 那大制度論他怎麼批評呢 他說 波爾如金 金塊 黃金 波爾如金 方便如熟練了的金 熟練的金 提煉的金 它可以做種種的裝飾物品 那菩薩呢 剛開始 以波爾的會觀 來觀察一切法空 他 當他通達了諸法的空性的時候 他能引發 無量的方便巧用 那這個就是方便 那經典上說 以無所得為方便 無所得就是一種方便 假使離了信空會 方便也不成為方便 所以 波爾與方便 不依不易 它不是同樣一個東西 也不是不一樣的東西 講波爾的時候 是 側重於 法空的體正 講方便的時候 是 重視在 救濟眾生的這個 慈悲型 那另外大制度論有一句話 他說 波爾將入必進空 絕諸細論 方便將出必進空 沿土熟生 當波爾要入必進空的時候 他要 杜絕 杜絕 所有的細論 已經 超越 文字了 可是 當方便 要從這個必進空 而出 來利益眾生 眾生的時候 那他要 莊嚴國土 成熟眾生 那剛剛是解釋 觀照波爾 第三個就是文字波爾 第一個是實相波爾 再來觀照波爾 現在就是文字波爾 文字指佛所說的一切教法 那一般人呢 以這個書籍為文字 其實文字不僅是書本的 書籍是依色法 色成 物質而假力的這個文字 可是佛陀的時代 他不是依文字喔 寫字喔 佛陀的時候 佛陀的時代 是以陰生做文字 佛怎麼說 弟子即怎麼樣子的聽受 所以佛陀以明據文聲而立 而明據文聲是以聲音而假安立的 可是有一些人 他偏偏就是不喜歡 他不想要立文字 他想要植入波爾 而且是植入實相波爾 他常常會去呵斥人家說 那些專研究經教的 以文字為修學的 他們不認同 問題是 他們也是認同聽開示者 那這怎麼對呢 他們不知道說 連嘴巴說的文字上面開示 都是是文字波爾 所以凡是能表顯意義 或正或反 讓人家理解的 都是文字的效 筆墨所寫 口頭所說 以及 連做手勢 摸鼻子 握個掌 合個實 哪樣不是文字呢 文字雖 不就是真實意 可是我們是用透過文字 而入真實意 如果離了文字 那我們就沒有方法 從凡夫 進入聖者的境界了 因為我們就沒有文字的教義 來引導我們 走向涅槃 走向解脫 初學波爾 要怎麼樣子的學 這是在講 學波爾的次第 第一 先要於文教 聽文受詞 受詞 受詞就是你聽文了之後 你還有辦法去讀它 背誦它受詞 這個時候是以文會 私會為主 這個叫做什麼 文字波爾 文字波爾還是在文 還有一點點的 初入門於思 所成會 經合理的思考 明答 再來設心 再來觀察什麼 觀察 緣起無自信 這個就叫做 觀照波爾 觀照波爾 是以思惠 是以思惠 還有修惠為主 這個時候的思惠 是深入的思惠 它是需要 正定 就是禪定的力量 才能稱為真正的思惠 才進一步進入修惠 修所成惠 如果能透過這個觀照波爾 得到離一切妄想還有細論 而且能看到這個實相 這個就入什麼 現正 現在的現 正入的正 智慧的會 憲政會 這個才叫做實相波爾 所以文字波爾 是跟文思惠有關係 觀照波爾 是深入的思修惠有關係 而實相波爾 已經進入了所謂的 憲政會 文思修惠入憲政會 這就是修學的辭定 文字 觀照 實相 這三者 都在講波爾 只是他的著重不一樣而已 如果你的重點放在說 什麼是實相 好 那就能 你要遠離一切文字 思維 那個所正的 所見的 那就是憲政會 那就是實相波爾 如果你的意圖在觀會 那你就是一進成觀 你有所緣的進 那你這樣子入觀 你可以離向而無所住 那這樣子的相應 那這就是所謂的觀照波爾 如果你重點放在文字 那你就重在 安利這個什麼 惡地 安利 世俗地 還有聖意地 那你就要懂得抉擇 什麼是空 什麼是有 什麼是如何的遠離空有 入中道 而正入實相波爾 入憲政會 這個就是波爾修學的次第 今天我已經解釋完 何者波爾 OK 就什麼是波爾啊 就是何者波爾 上次已經講了實相波爾 今天解釋了 觀照波爾還有文字波爾 下個星期我會繼續地解釋 何名波爾 為什麼叫做波爾 波爾何用 它有什麼用處 還有波爾 還有波爾 屬於誰的呢 阿彌陀佛